大家好 这节课程我们继续来学习企业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的相关制作 那么在上一节课程里我们已经把系统的一个左边的导航 已经制作好了 也就是这个左侧的一个导航的相关内容 那么在这个导航里面我们主要用到了 绝对定位来将我们的整个左侧导航定位到我们这个页面的左边部分 同时呢我们用到了列表来展示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列表菜单项 然后呢我们用到了这个背景图标定位来将这个小的图标给应用上去 那么在上节课程里面主要是用到了一些css的相关技巧来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么大家下去呢一定要 多看几遍然后掌握这里面的一些相关的css技巧的应用 好那么上节课程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 就是完上我们这个整个左侧导航的其他部分内容 也就是咱们这里的 这上面这个四大模块下面 其他对应的这个左侧的这个导航目录 那么我们上节课程主要是做了这个常规管理下面的这一块 他还有其他的内容 比如我们点这个模块管理的话 他会切换到另外的这个左侧导航的模块 那么其实呢大家只要按照我们上节课程所讲的内容 按照那一个 那么一个结构 那么他的这个样式呢是 就可以很容易的给我们展现出来 好那么来看一下本节课程要学习的内容 那么在本节课程里呢我们首先 需要把我们左侧导航的内容呢需要给大家完善起来 第2一块我们要给顶部主导航 他的一个切换效果给大家 讲解一下如何来实现 这里呢我们主要用的叫query 也就是这里的 大家可以看到 当这里呢我们点击 相应的这个 主菜单的时候呢他会 这个主菜单有一个相应的变化 一个是他的宽度 改变了并且呢他的这个被颜色也跟着改变 同时呢他其他的这个 菜单向呢他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样式 这里呢就比较有意思了 那么这里是如何实现的呢 我们就要用到在query里面的点击事件 还有我们叫query改变css样式 那么我们这里主要用到了他的添加 class样式和移除class样式 并且并且用到了我们家query里面的这个 这个查找他的负极 和查找他的同胞元素 那么利用这些字典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样的一些 效果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来制作 首先打开我们的工具 首先呢我们要将 左侧的内容给完善起来 那么这里呢我已经把这个 左侧导航的这个 其他部分的结构给写好了 那我们复制过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呢 其实呢他的结构 比如说这个第2块的这个导航内容的模块 他的结构和第1块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去改任何的样式 那么他呈现的效果呢就和第1个的这个 列表像是一样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 刷新一下 大家注意此时呢他会将整个的这个导航呢给 显示出来 主持人导航 那么我们要实现的效果呢其实是这样当我们点击这个主导航的时候点击某一块 主导航他对应的左侧导航 给显示出来 那么我们在后续课程里呢会带领大家一步一步来实现这个效果 我们这节课程主要的内容是实现 首先来实现上面部分这个点击的时候 他的这个档行的切换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首先 将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 左侧的列表像呢给他隐藏起来 我们可以给他添加一个 style 样式并且来将他的display 这样呢他就 给暂时的隐藏了起来 同理呢我们给第2个和第3个 我添加上 好 那么要实验证的效果那么我们如何来实现呢 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个 顶部的主导航 也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首先给他添加一个id id的名称就到这个黑的nav 然后我们在下面来书写gs代码 那么以后呢 以后我们的gs代码在哪个页面用到了 那么我们就在哪个页面来写 这样呢一个是方便大家来看 那一个是对我们的整个 代码的这个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 整理 好那么上面呢我们已经引入了jquery的这个 库 那么我们要使用jquery 所以说我们的这里首先 要添加上这样一句代码 那么在前几节课程里面呢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到了这句代码 它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句代码的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整个页面的这个 给点加上完成以后呢再执行相应的操作 这句代码就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要通过 叫query来获得咱们的这个 dom对象 这里是我们的head 通过id找到它的利标签 也就是通过这个id 找到它下面的利标签 比如这四个利标签对着我们的四个 大的菜单项 然后当我们点击这个 菜单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添加一个click事件 那么在click里呢它里面是一个函数 我们 要通过race 来找到 当前点击的这个利标签 那么这个race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当 我们点击的时候 因为这里有四个利标签 我们首先要要获得当前点击的这个利标签 那race就代表了我们 当前点击的这个利标签 然后大家注意 在这里呢 在第一个菜单呈现出了我们 这个它 当我们点击的时候所要呈现的样式也是它这个背景颜色和它的宽度 是和其他的这个 菜单选项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样式的话在这里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 Current menu的样式来实现的 呈现的这样的样式 那么这个样式呢 我们 在前几个课程里面已经给写好了 也就是在我们的 这里这个Current menu 那要实现这样的效果 那么我们 首先要给它一个思路 就是说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添加上这个class 添加上这个class以后 那么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效果就实现了呢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来 试一下 首先获取到当前点击的立标签 然后我们给它 通过加query的add addclass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将 Current menu 它的参数呢就是这个 class选择器 好 这句代码的意思就是说给当前点击的立标签 添加上这个class样式 那么我们来预览一下 好我们点击它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呢 我们当我们点击 哪一个立标签的时候 那么它对应的这个立标签 它就会改变相应的样式 那么我们可以打个调试工具来看一下 看到没有 默认情况下我们是给第 一个这个 菜单向添加了这个Current menu 当我们点击的时候它会给相应的立标签添加上这个Current menu 比如我们这里点击第四个 好这里呢也添加上我们的这个 样式了 但是我们要的效果是当我们点击这个对应的立标签的时候 它的这个 同胞 也就是它其他的这个 菜单向呢要恢复到原来的样式 也就是这里的效果 那么这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其实啊我们在这里是要通过 它的这个 同胞元素来实现 我们在这块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 Supplies 这个方法就是来找到 这个立标签的同胞元素 找到这个同胞元素以后我们要通过这个remove plus 来移除掉 我们的这个Current menu的样式 首先我们是给当前样式添加上这个 Current menu的样式然后找到它的同胞元素 给它去除这个样式 那么在这里呢比如说我们点击 这个立标签 那么我们就给这个立标签添加上这个样式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可以 这样写那么点击的时候它就会 添加上这个样式并且呢将它的同胞元素 那么什么是它的同胞 就是这个立标签它的同胞就是 他 他和他 就去掉这个样式 有这个样式我们就去掉 没有这个样式的 咱们就不管 不做处理 实际上当我们点击第2个菜单以后 那么它的这个 效果呢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那么我们来预览一下 那此时呢这里报了一个错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错误 那这里少了一个点 啊我们给它添加上 好我们再来刷新 现在就没有错误了 那我们点击它的时候 那么它的样式改变它的同胞元素的样式就恢复为默认的样式 同理点他点他也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相应的变化 比如我们点击第2个的时候那么 它添加上了一个样式 那么它的同胞 这个呢就去掉了相应的样式 那么这样呢就达到了我们的效果 那么所以呢本节课程呢就通过这样的 简单的 几句代码 严格来说就是这样的一句代码就实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么这里呢也是jQuery它的强大之处 如果我们用原生结识来写 那可能要写很多行才能实现我们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jQuery呢是平常我们在开发中用的 十分广泛的一个 javascript的内裤 那么大家如果在这里不太熟悉这个里面的相应的一些 函数方法的应用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手册 到里面去查看一下它是 怎样去用的它里面呢有一些相应的说明比如说我们查找一下这个click 事件它是怎么样一回事 那么我们的这里呢可能搜索一下 在这里他有一个事件 我们点击进去 它这里面呢就有一些描述 对参数的描述啊 还有对一些 事例 是如何去使用的 都可以找到 所以说大家平时在学习的时候呢最好有一个手册 在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呢我们就去翻翻手册就可以知道它是如何来使用的 好那么本节课程呢就到这里 下节课程呢我们来 制作这个左侧导航的一个动画的效果 也就是当我们点击这个 左侧导航对应的某一个 具体的列表像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收缩的效果 这个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呢 那么我们就在下节课程里呢给大家来介绍 好再见 3 Cris 5 6 5 6 6 8 6 7